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领袖节目 今天的新闻内容丰富多彩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有哪些精彩的消息吧 首先上海市长龚正会见了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 双方讨论了中美地方合作的重要性 并呼吁美国企业进一步拓展在上海的业务布局 龚正还提到上海将支持更多的中美合作项目 并欢迎美国朋友来访上海亲身体验中国文化 接下来台湾总统赖清德将于星期日出席黄埔军校百年校庆阅典礼 这次活动将有六所军事院校的学生和校友参与 并进行一系列的动态表演和互动体验 最后香港的创意香港正式改组为文创产业发展处 文体旅局长杨润雄表示 新的文创处将积极为相关业界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机会 推动香港文创产业的国际化发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新周网报道 上海市长龚正日前会见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时 强调上海在中美友好合作中的重要桥梁作用 并呼吁美企扩大在户业务布局 龚正提到他上月率领上海市代表团访问美国 通过对话交流深化双方合作并学习美国城市发展的经验 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 公正希望进一步深化合作 为中美地方友好交流增添火力 他还邀请更多美国企业参加即将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并表示上海将继续支持上海纽约大学的发展 推动更多高水平的学术和科研合作 伯恩斯则表示 乐见上海与洛杉矶 旧金山 纽约等城市的合作 并将继续鼓励美国企业参加进博会 期待在气候变迁 文化和体育等领域加强合作 新洲网报道 台湾总统赖清德将于6月16日 以三军统帅身份出席黄浦军校百年校庆阅兵礼 陆军司令部参谋长陈建毅 在记者会上介绍了庆典安排 包括由6所军事院校学生及校友组成的 19个演习联进行阅兵分裂 下午将开放营区 展示动态表演 静态展览及互动体验项目 陈建毅提醒参访民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 外籍人士需由台湾籍人员陪同入营 针对媒体关于黄浦正统问题的提问 陈建毅强调 黄浦军校由孙中山创办 中华民国在哪里 黄浦就在哪里 《明报》报道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旗下的创意香港 今日起改组为文创产业发展处 局长杨润雄表示 文创处将设立新专组 主动为相关业界在香港以外寻找机会 带领业界组团参展和演出 向外输出香港文创产业 提升香港国际地位 文创处还将推动跨界别 跨文化艺术领域的内容应用 加强对业界在内容流通方面的支援 促进文化知识产权交易 发掘更多商机和商业化机会 文创处将以产业导向为原则 提供一站式服务与支援 推动文化和创意业界的产业化发展 特首李家超 在去年施政报告中提出改组创意香港 创意香港自2009年成立以来 一直致力推动香港创意产业发展 共同网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意大利南部 法萨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 签署了向乌克兰提供非杀伤性防卫装备的合作协定 岸田在会谈中表示将提供财政支援 满足电力需求提供大型排雷机等 并计划明年主办乌克兰地雷对策相关国际会议 泽连斯基对日本的支援深表感谢 协定还规定 如果俄罗斯结束当前进攻后发动新的武装袭击 24小时内将举行日务政府间磋商 并敲定支援措施 协定有效期为10年 网易 特斯拉CEO马斯克在股东年会上公开表示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经常给他打电话 并称特朗普是特斯拉Cybertruck的超级粉丝 马斯克提到 特朗普对电动汽车的未来持积极态度 尽管特朗普过去曾表示 要废除现任总统拜登的电动汽车支持政策 马斯克与特朗普关系快速升温 双方在移民 科技和科学等议题上有越来越多的共同点 特朗普甚至考虑如果重新执掌白宫 将让马斯克担任总统行政顾问的角色 网易在北京志愿大会上 志愿研究院院长王仲元谈及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 认为未来将进入统一多模太大模型的时代 王仲元介绍 志愿研究院致力于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原始创新 并希望成为学术思想顶尖人才和企业创新的源头 王仲元指出 2023年是人工智能从若人工智能 向通用人工智能转变的关键年份 未来的人工智能将具备跨领域的通用性和规模化的特点 王仲元还介绍了志愿研究院的大模型 在开源社区中的贡献 网易6月12日下午 南京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的续聘仪式 在南大仙灵校区举行 孙小云继续担任院长 并启动大美汉字通识课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小云在致辞中表示 汉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 他将继续推动汉字教育 邀请全国专家讲解汉字发展 营造以传播汉字为核心的精神家园 孙小云多年致力于书法推广 他的书论著作《书法有法》重印40余次 翻译成多种语言 创造了书法理论书籍的最高销量记录 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在仪式上表示 南京大学长期支持江苏文化活动 孙小云的加入将进一步推动书法 在校园的普及和传承 网易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店 著名剧作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原院长刘锦云 应病于13日逝世 享年86岁 刘锦云1938年生于河北雄县 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1982年进入北京人艺 创作了诸多经典作品 如《狗爷涅槃》《软灵域》 《风月无边》等 他的作品不仅丰富了北京人艺的舞台 也为中国话剧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的代表作《狗爷涅槃》 获得第四届全国优秀剧本奖 其他作品涵盖话剧 小说和评剧等多个领域 展现了他在戏剧艺术上的卓越才华 网易6月14日消息 OpenAI宣布 美国前国家安全局 NSA局长保罗 钟曾根成为最新董事会成员 钟曾根曾是美国网络司令部的领导者 OpenAI希望利用他的见解 加强网络安全 钟曾根将加入OpenAI的安全与保障委员会 该委员会将在未来90天内 评估公司的安全措施 并向董事会提交建议 此外 OpenAI还宣布 聘用两名高管 曾任NextDoor CEO的萨拉弗莱尔 将担任CFO Planet Labs前总裁凯文威尔 将担任首席产品官 OpenAI正不断强化其董事会及高管团队 以应对生成是人工智能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公司 高速增长带来的挑战 网易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发布副告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著名剧作家 中国戏剧家协会原副主席 北京人民艺术 剧院员党委书记院长刘锦云同志 因病于6月13日81分 在北京逝世 享年86岁 刘锦云在戏剧创作方面成就卓著 她的作品深受观众喜爱 曾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 她的离世是中国戏剧界的一大损失 刘锦云不仅在艺术创作上有着非凡的贡献 她在担任北京人艺院长期间 也为剧院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 她的作品如家雷雨等经典剧目 至今仍在舞台上广泛上演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 刘锦云的世事 让无数戏剧爱好者感到惋惜和悲痛 她的艺术精神和作品将永远留在观众心中 继续激励着后来的戏剧工作者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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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